字幕志愿者 李冬梅 各國響應人權報告 中共廣電總局禁藝人用外國名 讓詠首當其衝 長江江深出現3公里石板路 波陽湖水下 古橋現中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佩洛西訪台之後 中共在台灣周圍開戰了最大規模的戰爭遊戲 至今如波未盡 而中共換來的回報是 美國兩艘導彈巡洋艦再次穿越台灣海峽 接著又傳出最新的11億美元對台軍售消息 有消息說 不知道中共又要怎樣隨著美國的指揮棒去舞呢? 事實上自從2017年以來 美國政府已經批准了總價值超過180億美元對台軍售 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川普總統時期完成的 台灣紅衣飛彈前總工程師張誠 在年代向淺漢的節目上披露 現在美國對台軍售 基本上是川普政府八項軍售的後續 台灣軍事專家事件於9月1日對法廣表示 佩洛西訪台等於直接肯定台灣的國際地位 破壞了北京的一中原則 之前北京將佩洛西訪台定調成美中關係的危機處理 不理台灣 目的是矮化台灣政府的地位 接著將一切歸咎於美國政策或某位政治人物的錯誤 北京易辱以美中關係偷換美中台關係 軍演開始後 中共更加將矛頭指向美國 高調地提出三取消五暫停 狀況作勢好像要與美國斷交 實際上雖然它不斷進逼 北京其實已經陷於一種兩難的景地 堅持一中原則已經變成一種口號 事實上台海現狀就是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中共改變或建立新現狀 將直接衝擊美國和其他盟邦的現實利益 中國現在騎虎難下 軍事分析人士夏洛珊認為 中共在佩洛西訪台後 自作聰明地針對台灣舉行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軍事演習 等於主動將美國和台海問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從中共的角度看 如果美國對中共的武力展示不作出反應就是成功 但是每當中共的武力展示 儲蓄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美國政界或軍方就會做出一個既定的 或有針對性的動作 這些動作可以理解為 兌現維護地區穩定的承諾 或者警告中共不要肆意妄為 但是中共又經常都會採取一些應對措施 配合美國的行動 中共似乎跌入美國的圈套不能自拔 被牽引著製造藉口 為美國下一步行動闖開大門 繼河南和安徽銀行爆雷、儲戶爆發大規模抗議之後 現在輪到南京銀行了 9月2日上午 南京銀行在浙江分行也爆發了銀行儲戶抗議 將近40位銀行儲戶 在銀行外高舉著寫著冤字的牌 據了解 南京銀行就是河南村鎮銀行的清算行 目前南京銀行的儲戶 沒有辦法領取50萬人民幣以上的大額存款 儲戶認為南京銀行也將他們的錢轉走了 今年4月 河南和安徽五間村鎮銀行發生存款人取款難的情況 警方說 但是國內民眾開始發現自己的錢沒有了 哭著要拿錢的時候 就馬上被警察包圍鎮壓 據悉 當局出動了超過50名警力和特勤保鏢 包圍了抗議民眾 並將民眾拘離 網友說 這些中國人一輩子存的錢一眨眼就不見了 還有網友爆料 南京銀行馬上澄清了爆雷的傳聞 說目前營運正常 現在知道共產黨為何要見防火牆了吧 還有人說 你們的錢都下去維穩了 戰鬥機飛一次台灣海峽 需要12000人民幣的成本 那些錢哪裡來呢? 政府財政收入已經是負的了 怎麼辦呢? 有人說你們是惡意提款啊? 公眾等候多時的新疆人權報告 終於公佈了 報告指出 中共政權在新疆可能犯了反人類罪 在國際社會激起強烈的反應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9月1日明確支持這報告 呼籲中共應遵循報告中的建議 有報道說 這是聯合國秘書長帶頭向北京問罪 而北京方面就惱羞成怒 指責說聯合國是美國的打手和幫兇 感到憂心 非常希望中共政府接受人權高級專員評估中提出的建議 除了聯合國秘書長向北京喊話 德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說 呼籲中共政府立即給予新疆所有人民充分的人權 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必須立即釋放 美國外交大臣卓慧斯表示 英國將繼續與國際夥伴一起採取行動 使中共的行動發生變化 並立即結束他們在新疆令人震驚的人權侵犯行為 法國外交部當日通過聲明說 法國呼籲中共執行本報告的建議 並停止對維吾爾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權侵犯 並呼籲聯合國繼續密切關注本報告的結論 澳洲外交部長王英賢早前發聲明說 澳洲希望所有國家都能夠遵守他們的國際人權義務 呼籲中共政府解決本報告中提出的問題 另外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表示 歐盟加入聯合國專家 向人權理事會報告的呼籲 將密切監測報告和評估中共的人權狀況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聲明說 這份報告很有權威地描述了中共政府 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 以及宗教少數派的 慫人聽聞的待遇和虐待 並重申美國對中共當局 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 和宗教少數派進行的 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嚴重關切 一些切在國外的維吾爾族組織 對這份報告表示歡迎 維吾爾人權項目執行主任 奧馬爾·卡內特說 在國際層面 這對維吾爾人來說是一個遊戲規則的改變 大陸資深編劇《汪海林》9月1日 在微博發文透露 中共廣電總局禁止藝人用外文名 或近似外文名的藝名 並舉例如 好像Angela Baby和辣木洋子的名字都不可用了 引來網絡一片反對聲音 9月1日 汪海林在微博寫道 楊榮不能再署名Angela Baby 辣木洋子也必須叫個中國名字 是廣電總局的要求 用外文名或近似外文名的藝名將不被允許 不少網友對這項禁令感到不解 紛紛在汪海林的貼文下留言說 管得太多了 個人自由完全沒有了 越來越倒退 更有人質問說 講好的文化自信呢? 這是不是自卑呀? 矯枉過正 應該改的不改 不如取消英語課 取消四、六級考試吧 不准聽英文歌 不准看國外電影電視劇 而藝名疑似模仿日本人名字的女星辣木洋子 在汪海林發文前夕就宣布 用回自己的名字李嘉琪 似乎是響應了中共廣電總局的指令 但因為她的名字和另一個出名的人 直播網紅李嘉琪國語發音相同 網友覺得很難分辨 另外這位李嘉琪是因為直播 被牽扯六四事件遭到封殺 有娛樂博主說 楊榮不能再叫Angela Baby 王明浩不能再叫Justin 任嘉倫是否要改叫任國昭 還有一個鄭俠為止也要改名 而很多高人氣明星 因為藝名用外國名都因此被點名 廣電總局的舉動令外界聯想到 當局關於閉關鎖國的爭論 近日中共官方發文稱 明朝清朝的閉門政策並非閉關鎖國 而只不過是自主閒關 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 防範西方殖民侵略 被公眾認為是為閉關鎖國辯護 廣電總局被民間恥笑 是為了防止演藝圈受西方意識形態的侵略 而禁止明星藝人用外文名 中國長江水位持續下降 近日武漢一折河流的江深 竟然露出了一條3公里長的石板路 江深小道被稱為百年難得一遇 吸引了不少遊客去拍照 但當局警告長江水勢複雜 可能會有暗流 站在江水中心拍照相當危險 這條丁字形小道出現在武漢鷹武州 長江大橋2號主塔崗面 這條丁字壩是航道整治建築 在修建大橋的時候 因為這附近江面比較闊 為了履於行船而修建 一般情況下長江武漢段 全年最低水位出現在每年的1、2月 但今年8月底就跌破15公尺 歷史上實屬罕見 今年高溫導致江水減少 露出江深小道 成為網紅打卡新景點 但當局提醒 長江水情複雜 雖然小道兩邊看來是淺灘 但深淺不一 下方恐有暗流 另外 嚴重旱災之下 中國多處湖泊 河流水位持續下降 中國第一大淡水湖 波陽湖部分流域 乾枯建底 水下長達2,900多公尺的 明朝時代的石橋 因此重建天日 據報導 這座古代石橋橋面石材都是花崗岩 每個橋墩由10條松木建成 橋面闊大約1公尺 有110多個孔洞 因此被稱作千眼橋 千眼橋自古以來就是 道場、星子、兩縣湖岸民眾往來的要渡 被譽為中國最長的湖中石橋 吸引了不少遊客和越野車愛好者前來觀光 再加上附近河床都是黃沙 刮風之後黃沙滾滾 令人彷彿置身於沙漠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節的新聞為您報導到此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